蔡英文加油 小英小英小英 加油加油加油 积极成立後援會大選倒數最後三個月 蔡英文全力拼連任 卻被工會爆料用行政資源打選戰 有工營事業工會理事長公開提報 民進黨巡迴全台辦百工百業造勢 都要由各工營事業發動旗下員工参加 更直指立法院長蘇嘉全 在今年1月和5月 曾兩度邀請各工會理事長到官邸吃飯 請全黨之力拉攏綁裝 聚餐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講政府的政策 做的是公事沒關係 但是完全在輔選 用的是行政資源 不但幫蔡英文輔選 還罵國民黨 吃人嘴軟拿人手短 在屋簷下又怎能不低頭 全國總工會理事長陳傑更加碼舉例 除了請客吃飯還有嘉欣這一招 中油台鐵工會以及郵政工會 經由蘇嘉全聯手交通部長林嘉隆協助嘉欣 小英在加派動部長許明春 全台工會走透透拜碼頭 就是要洗成一片綠油油 他為什麼前年不加薪 為什麼大前年不加薪 就他剛剛當前 你就為什麼不加薪 現在目前這個時機稍微比較明改 你民進黨拿人民的納稅錢 去酬庸你那些肥貓 然後去補貼經濟衰退的損失 然後發利多的政策 然後拿政府所有的預算 出來用行政官員出來 來俯選民進黨的蔡英文 藍營指控蔡英文想搬回去年九合一慘敗頹勢 看準工會 俠龐大會員實力能牽液法而動全身 民進黨新政資源進出 將全台工會體系 遊覽喜綠 記得綜合報導